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看的是 我的牙箱你 第七集 上一集結尾 我們看到了 白朗跟金勳安 他們的感情 還沒有理清楚的情況下 夜宪學長就回來了 感覺劇情要往一個 刺激又精彩的方向發展了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欸 這邊是在舉辦什麼活動 喔 他們大學的活動 當時的進學安看起來好年輕哈 嗨 學弟 唉呦 看來是某學長一眼看到了 學弟喔 當時的進學安還有點 有點害羞 醫學系的喔 牙醫系大醫進學安 哈哈哈哈哈 看來學長有偷偷調查過人家喔 我要認知一下 結果你給我說謊 我可以 哈哈哈哈哈 還想要攻擊吧學弟 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一上來就 動手動腳的 一直想要耍帥 才不是要耍帥咧 只是懶得面對你們 我們接下來要一起實習的 這圈子很小 總是會遇到我的 可樂好不好 唉 所以當初還是學長這樣子 死纏爛打的 也不是說死纏爛打 就是他主動的破冰 主動的進入了 進學安的世界 嗯 笑了 欸 笑起來很好看耶 我可以走了嗎 哈哈哈哈哈 嗯 不行 小兔 安一下 樂多士 故事回到這邊 我不知道你從哪裡 我有預約 哦 這就是那個 傳說中的 學長吧 傳說中你的敵人 呵呵呵 這是這種多年後相遇的戲碼 真的有點八點檔 呵呵呵 還好 我只是觀眾 唉 就把自己放到觀眾的位置 叫他進醫生喔 有空在 那我先吃個飯 我先看 我的媽呀 我要是進學安 我要被白朗氣到高血壓了 是 你朋友還是患者 呵呵呵 等於葉琴還都一眼看得出 他們兩個不簡單 最近怎麼樣 很好啊 你的 呵呵 好啦 先跟順順順順順也好 有點甜 哦 所以進學安不愛吃甜食是跟 你還記得 我還喝的咖啡 所以他喜歡喝的Tony 挪鬆是因為學長啊 當然記得啊 回來怎麼不打個電話就好 特地跑一趟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呵呵呵呵 進學安也很了解學長 畢竟是曖昧過的對象 你以前 我拒絕 拜託啦 啊 拜託 拜託 我從來學長耶 沒問題 一人一半 有男朋友到 呵呵呵 直接替他擔一下來 我有把柄在他手上 客窍太多了 總是要回饋一下 那時候你的出現 真的幫了我很多 對不起我遲到我想說 沒事沒事 我先走了 謝啦 掰掰 學長 欸所以真的是有一點 有點像大愛說的 就是 我不知道你先看一下 就是那個夜心學長把他當工具了 對啊 你怎麼在這裡 欸 我先被小安哥哥帶我去看醫生 哦 進學安對他真好 乖乖乖乖 坐坐坐坐 然後那個第二集的吃頓飯的畫面 我幫你準備一個便當 啊 夜市懶人燉飯 學長做這種事情 難怪會讓人誤會 好吃的嗎 我下次再去給我吃 不好吃 連便當都不是很好吃 好啦 進學安你注定要跟凡凡在一起啦 很明顯一個不好吃一個好吃 什麼時候走 走之前 我請你吃飯 聊沒幾句就像趕人家走 我離婚了 欸 I'm back Yo I'm back 這句 I'm back 是蒙太奇 一方面是夜啟然back了 一方面是白朗回到了 餐酒館 如果你以前安戀的對象突然會來找你 你會立刻跟他在一起嗎 明明很關心 你怎麼知道 只要看他們當初為什麼沒在一起 是因為某些原因 選擇離開而留下遺憾 還是因為發生什麼事 導致關係決裂 不想往來 這有差別嗎 對啊 關係決裂 頂多變回普通朋友 但是錯過的遺憾 一旦往回 會變得更加珍惜哦 所以 你打算怎麼辦 沒做完吧 今晚就來做個黑松露卓 酒精忽然面 今天這麼早上班啊 老闆 不談戀愛了 因為戀人的舊情人回來了 沒辦法 只能回來了 Alex 所以你有談過戀愛嗎 對象是誰 D嫂完了嗎 桌子擦啦 我常沒有偷聽了 這兩個人的日常互動 我倒是看不膩啊 除了有些不膩 我兒子最討厭頓飯 他還有兒子啦 三個才頭頂 下次見 大愛 你是牙醫 你是不用戴口罩你 有個假的 你當院長是瞎子你 你在聊啊 最近緣故愈來愈不認真 是不是該換一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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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夢想進來跟上了 洞被連鎖 或者是 多拍了嗎 竟然跟學長聊完 趕快打給他對吧 他還在那邊猶豫要不要接 哈囉 怎麼了嗎 還裝傻 我剛才話還沒講吧 你怎麼就 喔 我說完了 而且我店裡很忙耶 我後天排休 如果你有空的話 我最近在研究那個 新菜單 所以 就 可能得忙一陣子喔 白朗又開始逃避了 不然等我忙完再跟你說 好 也不說拜拜 直接掛電話 唉 真是擊死人耶 雖然白朗的心情不是不能理解 可是他這樣子真的 要把人擊死 也不報 請按暴枕了 不然來夫妻睡不著啦 滿腦子都是進行按 喔 又開始要按眠藥了 欸丟掉 太多罐了吧 你看 不借就借啊 因為我心裡有人 你就要 堅持住 不要到處亂撩人嘛 還在裝傻 白朗怎麼會不明白呢 肯定只是 不願意承認罷了 我想故意不抱你 但是別的娃娃抱不習慣了 抱著你 才能治好我的失眠 那個人 是學長吧 進行按 打開窗簾 唉 心裡很煩躁 因為喜歡你喜歡得這麼明顯 你到底為什麼就是不願意接受 我發生這麼多事的諧音 我不覺得是不要理用嗎 喔 他在想當時的事情 因為我想啊 不行嗎 當時的進行還真是痴情啊 你會不會關心 太多啦 欸 怎麼在關心你 你這樣子 對人家說話 等一下小安哥哥陪你回家 可不可以下班班上回去好嗎 好 他還是接受了小安的好意 回到我家你先幫他閉嘴一下 如果還沒退燒的話 廚房裡面 好 這樣的進行還真讓人心疼 心不好啊 我做你好嗎 不行 小安哥哥是我的 你不能做他 我妹妹你不愛我了是不是 這樣的進行還 這樣的小安哥哥誰不愛呢 你答應讓我幫你代課 我在陪你單純 呦 怎麼那麼好 不疼你不行 我只是敬你的 肉是說嗎 他是我的 不要想搶喔 講這種話 面對那樣的喜歡 也許 我還不夠積極 白夜狼狼現在有三夜午餐耶 白夜快送 他們現在很喜歡白夜狼狼 好吃啊 而且老闆很輕鬆耶 這樣不就可以看到白白了 他們這麼喜歡白白喔 這樣會送很多夠嗎 應該夠吧 那應該可以吧 你們剛才不是說要點白夜狼狼嗎 你們盡量點我請客 喔 哇 老婆的店 一定要支持一下 那我要剪這個 這個就過來 這個啊 這樣吃 欸 哎 白狼你給我逃避嘛 我就利用我的員工來向你進攻 你忙不過來了 還要搞什麼商業理財 松鼠條一份 好順道 好 許你阿姨 Alex 有沒有幫忙 欸 你希望我等一下海鮮庫存 海鮮庫存 請兵哥先幫我備料 自己講 海鮮庫存 請兵哥幫我備料 自己講 叫老闆自己講 欸 陳先生 你壓軸不舒服了嗎 沒事我送外送 兼拆賺點外塊啊 哎 是店家指定給你們的 錢 店家也就付了 氣死了 不是白狼要親自送嗎 院長怎麼啦 有人請他吃飯點還那麼臭 呃 不好說 整間整所一起磕CP啊 白狼我本來就要來找你 上次說好要來看我比賽 這是門票 時間地點都在上面 我沒有答應你 喂 哎呦 又有一對CP可以磕了 哈哈哈哈 水流賽 Ice Hockey 那你要去看嗎 不要 那是你老公給你的啊 你自己去看 氣死了 你居然不來找我 我就來找你 你怎麼會來 我來付錢啊 我還以為你會親自送 沒知道 我想說我們就熟了 我現在熟了 所以我醒來會 看吧 動手動手不好看 動手動手不好看 下一步 該怎麼做 我就說我要動手動腳 大白天的要在店門口 蛤 我沒有啊 我說你也有對 我真的沒有 還有這一招 他腰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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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腰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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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你鬧別扭吧 那我也跟你有無理取鬧 為什麼 你還先點完了啊 說 把地勢一勢 我去密一下 蛤 我現在真的沒問題 很多問題 你需要換腰不舒服 可憐的何清田 不是啊 是你硬拉我過來 我就說我牙齒沒有問題 你是不是沒睡好 你還在吃二面藥嗎 就說沒有 我吃二面藥 就是因為沒吃睡沒睡好 坐上去 不然檢查 你現在是把我當犯人就對了 你沒檢查就不會讓我走 從現在開始 每個禮拜都要來做牙齒獻 每個禮拜 好過分喔 口罩戴上了 就成為專業牙醫師了 唉 要個十分鐘相處得這麼難 在診所大聲喧嘩 在診所大聲喧嘩 你們待會經過這裡的時候 講話小聲一點 知道嗎 睡著了 不要超到白先生 白先生 院長 你這邊有提供休息服務喔 噓 真沒有顏色耶 那是院長夫人在休息啊 Alex也睡著了 怎麼大家都在睡覺 畫面突然擰靜 只剩何清田在打掃 呵呵呵呵呵呵 OK 原來是這樣啊 要讓他看見 窗戶裡面 一個睡著的美男子 畫面色夜靜好 安詳 平靜 Alex 要偷偷吻他嗎 唉唷這個低視角鏡頭 唉唷好心動喔 不會突然醒過來吧 把他的頭按下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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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嘛 掃地嗎 看那麼多惡色 哈哈哈哈哈哈 老闆不上班 店長有打瞌睡 這店還沒用開啊 哈哈哈哈 換一個店員來教訓老闆跟店長 古生爸台還沒整理完 大理工徒生 今天小周末 會比較忙 早就早好了 嘖 好啦 我看何清田現在工作挺上手的 對於愛情 也有刃有餘的在進攻 唉 大概是自己離開了 嘖 白浪也只有在靜雪安身邊 才能安心入睡喔 啊還在還在 應該沒有耽誤到你看人時間吧 我是不是比愛民要更好用 嘿嘿嘿嘿嘿 那你要不要選擇我呀 都檢查完了嗎 喔又逃避 我給你請回去 反正順便吃個飯吧 中午才點過而已 晚餐又要吃這個 壞習慣 唉唷 我說過不要動手動腳 雖然我們離得不遠 那也不用這樣送來送去啦 但我想啊 我去愛了 喔 靜雪安這麼積極 你真的都不 像我剛在你整間裡睡了這麼久 就很浪費場地資源 不是嗎 自己的地方不浪費 自己的人也不浪費嘛 是不是 我在我的地方休息就好了 那我看看剛剛你也睡得 不錯啊 怎麼就嘴這麼硬呢 送去給靜醫師 喔靜醫師還是來了 自己送 不要面對了 不要躲 快去 這是無酒精的回頭 甜點等一下就來了 沒有 耶 這麼累喔 就先來休息一下 讓他們忙就好了 謝謝天后不在你身邊 大家不要會 哈哈哈哈 原來是要先是主權啦 醫生可以醫生可以 原來他的目的是這個 喔天啊 靜雪安我太小看你了 喔 一切都在Alex的預料之內 我只是有認真想過你跟學長 所以你最近一直在躲我 是因為這個 我沒有在躲你啊 明明你的眼神就在閃躲 對嗎 哎呦 就讓我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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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一段發生什麼事呢 我會胖啊 眼睛閉起來 你一直看著我會害羞 會害羞 會害羞 是為了什麼 是我想太多 哎呦 還是 這個視角真是 特別啊 是我想太多的啊 喔 靜雪安很有辦法齁 對你來說 我到底算什麼 啊 好可惜 好可惜 OK 其實我喜歡我 看著我 我一看 應該很厲害 我明明要我 你會不會 想太多 你會不會 我幫你 我去找我 然後呢 我去找我 你去找我 你去找我 表示说 他的防线快要被攻破了 所以啦 我觉得 以恋爱进度来说 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 以偶像剧的套路 恋爱进度来说 我觉得他们是有在前进的 那个夜信学长一看 就是回来给他们两个助攻的 就是要让白狼赶紧认清自己的内心 赶紧接受靳寻安的 只是 这样的情节实在是让人看得很跳脚 看得很急啊 我刚才不是说 差点要被白狼气出高血压了 然后 有一个情节 我想要讲一下 就是 靳寻安拉着白狼 去诊所 硬要让他看牙医 强迫他检查牙齿的这一段 其实这样的行为 放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讨厌的 严重一点可能就是刑法强制罪了 但是放在这个情节 放在这个故事里 你要觉得很合理 因为 白狼他有病 对 我就直说了 白狼他确实有病 他有心病 然后靳寻安他也不是个完美的人 他可能在处理问题 面对事情的时候 一些做法可能也不是太完美 这双重的原因叠加之下 你就觉得 靳寻安拉着白狼 去牙医诊所的这个行为 好像没有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了 包括像第一集的时候也是呀 白狼的姐姐白琴 强制拉着白狼去看牙医 这边虽然也有点过分 但是可以理解 毕竟他担心弟弟嘛 但是到了诊所之后 在那边 利用靳寻安 大学时的黑历史照片来插队 这个行为很过分耶 到了第二集又更过分 情绪勒索 要靳寻安去他家 关门光瓦斯 对就是这样子的行为 放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定会很讨厌 然后会很不喜欢这个人 可是我就发现 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我觉得挺合理的 那我就在思考为什么 原因就是 这些人都不完美吧 我觉得三个人 白青 白狼 靳寻安 三个人都有病 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心病 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心魔 所以放在一起 好像就没有这么让人难以接受了 普通的偶像剧 要是有这些情节 现在的观众看的可能会很不舒服 但这部剧倒是意外的 让我接受了 最后讲一点 靳寻安到白夜狼狼去找白狼的时候 白狼把他拉到酒店的后巷 要跟他聊聊 那是一段长镜头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节奏真的是越抓越好了 这部戏的节奏越来越棒了 看得越来越让人舒服了 虽然时长越来越长 但是没有让人有灌水的感觉 每一段戏剧都是有效率的 在推荐两个人的情感的 好啦 那这集就看到这边吧 感觉他们似乎要成了 第八集定律嘛 是不是之前讲过的 主角总是要在第八集的时候定情 即便没有的话 可能也会在第八集前后 那这边是第七集了 所以他们快成了 我们期待下集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